说到赵露丝这个名字,其实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,毕竟现在娱乐圈小圆脸的女生不多,像赵露丝这种圆圆的小肉脸,其实也是比较受欢迎的类型。 但是别看赵露丝,看起来脸肉肉的,其实只有86斤,但绝对是个瘦子,当然,我相信也是因为这张小圆脸,很多人对赵露丝的印象,基本上都是甜美可爱的女生吧,毕竟你看赵露丝的很多照片,无论是可爱的毛绒睡衣,还是仙女扮的白纱泡泡泡袖连衣裙,看起来都是甜甜的少女风格。 配有墨镜和金表,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女王光环,当然,同时,赵露丝也配有白色裙子,在运动服的风格下,整个人也充满了阳光和可爱的气质,但搭配的手包,却有着意想不到的皇家气质,这种搭配风格其实很有质感,增强了赵露丝本身的质感,但是搭配一副黑色墨镜,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,谁说我们可爱了? 果然,墨镜是提升气场,改变气质的关键物品,运动装上墨镜之后,赵露丝就完全不一样了,我觉得很可爱,没想到会很可爱,舅舅对此还是很服气的。 当然,其实,赵露丝并不是唯一一款气场饱满的车型,看,赵露丝之前挑战过西装的风格,看起来帅气无敌,长发披肩,微卷的头发下,还挺有女人味的,穿半高领毛衣配黑色西装,也是一种霸道女总裁的感觉。 赵露丝的拳击辫子更是抢眼,伴皇后大概就是这样,你喜欢可爱的赵露丝,还是霸气的泛女王赵露丝?